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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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系列节目给我的感受最深的就是一句话 我书读得少 你们不要骗我 因为最近一系列节目我们请来了很多 在中国乃至世界顶尖级的科学家 但是今天这个科学家非常的特别 首先她是一个女科学家 提到女科学家 大家脑海中的印象是什么样呢 我真的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居里夫人 居里夫人占据了我脑海几十年的时间 女科学家不仅数量少 而且给人的感觉都是比较严肃 但是今天这位女科学家 她绝对可以颠覆我们所有人 对这一概念的定义 在结构生物学界 过去五十年时间里 世界各地的结构生物学家 想要攻克的一个科学难题 被她和她的团队 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拿下了 而且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 还不到三十岁 掌声有请今天的开讲嘉宾 生物学家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 严宁有请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您的名字应该叫严宁 应该叫颜直 谢谢啊 您送给你了 我从今天起就叫宁宁 谢谢 各位请坐 但我觉得科学家的冷笑话 一般人是接不住 饶意接不住 您跟饶老师很熟吧 斗嘴 是吗 他没饮过 我觉得您是真的是 比较颠覆我们对女科学家的这种想象 其实我对女科学家这个说法是拒绝的 如果别人称呼您女科学家 您会觉得这个称呼本身就带有不那么尊重的含义在里面 这叫歧视 真的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当你们用的时候也许你是出于善意 但是你会随便比如说叫萨贝宁就叫帅哥主持人 这样你会感觉他没有实力是靠着偶像派 但是事实上不知道 我不会感觉 我希望大家那么称呼 我不知道你是事实靠近 关注我痛苦的是几十年从来没有人叫我帅哥主持人 我妈妈说她觉得你非常帅 而且是内外兼修的帅 然后她本来今天 可惜这样的观众不多 所以 对所以这就给人的感觉 就是说你所有的努力别人没有看见 别人一眼就看见你了 这种感觉非常不好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起 从今天起 我们称呼所有再到我们现场来演讲的那些科学家 括号男性为男科学家 可以 然后我个人是一位男主持人 这不这么说确实有点怪 对吧 对 那为什么女科学家前面一定要加个女呢 也是 这我们开始说点正经的东西啊 您的专业 结构生物学家 什么叫做结构 其实大家想一想 你触目所见 都是结构 你看这个讲台是圆的 这个桌子这是弧形的 比如说这个人的脸比较圆 这个人的脸比较长 等等等等 你的头发是长的还是短的 在我们眼中 这些都叫结构 然后您研究的是细胞膜 研究的又是细胞膜当中叫 葡萄糖转运蛋白 完全正确 对吧 我是看你 这几个词 好费劲啊 说这个 我很费劲 因为这几个词我是背下来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葡萄糖懂吗 就我 我其实 就是我们 在读的很多同学 对 就比如说小赛 我就挂挂个葡萄糖 就是实际上是五充能量的 你为什么要挂葡萄糖 就是因为它是可以给你提供能量 对吧 那葡萄糖你怎么摄入 刚才你说 为什么你不是吃 是直接 你的爱好还真不一样 不 因为 吃的话 很少有直接去吃葡萄糖 你的米是什么东西 大米也是 里面有 有 有 有淀粉 是吧 然后也 也有 麦芽糖 继续 反正吃进去以后 它转化为 葡萄糖 提供我们人体的能量 非常好 但它怎么提供能量呢 你需要把它的能量 给它抓出来 这件事情谁来做 细胞来做 所以 葡萄糖第一步就是要进入到细胞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 我得给 我们萨老师 宁宁老师看看 什么叫做 米 好 什么叫做 淀粉 每一个小的环 就是一个葡萄糖 葡萄糖串在一起 就是淀粉 中间这个白色蓝色的 就是蛋白质 也就是我的 葡萄糖转匀蛋白 它可以这样动 把这个一转 对吧 葡萄糖中间那个 进来了 那些红色的小点点 就是葡萄糖 就是一个红色点点 对 这是葡萄糖 对 就被它放到细胞里来了 对 然后它就可以在细胞里面 被把能量提取出来 对 我不知道我理解 对不对 转运蛋白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的 快递外卖小哥 他们骑着电动三轮摩托 奔驰在不同的细胞膜之间 把葡萄糖运送到细胞里面 你这么理解也可以 其实我更愿意说的是 转匀蛋白就是那道门 当然你知道门 您去过这个商场吧 那个旋转门 对 那就是转匀蛋白最佳模型 但是这个过程你看着很简单 它确实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刚才这一个小机器 每一表中 它可以转1200次 想想这个 一秒钟转1200次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你大脑中的葡萄糖 转匀蛋白 一秒钟6000次 我怎么觉得有点晕 但是要想一想 当它不工作了 会有什么后果 你血里的葡萄糖 不能转进细胞了 就没有能量 有一种非常著名的疾病 糖尿病 糖尿病它其实真正的原理 它是葡萄糖这个蛋白 它上不到膜上去了 就是我们膜上本来有 比如说1000道门 现在突然间只剩10个门了 大家永不进来了 好吓人 我解释的您听懂了吗 完全听懂 很有成就的 你们在座都听懂了吗 今天我已经占用前面太多的时间 按道理来讲 其实往常 节目到了这会儿 我们的嘉宾一般都已经演讲到一半了 但是今天嘉宾还没开始演讲 所以大家也知道 女科学家和之前来的男科学家 就是不一样 啰嗦 不是 是 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跟您聊天 不过待会儿我们还有机会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留给您 掌声有请 严宁老师 开讲 谢谢 刚才 萨老师 宁宁老师 已经跟我提到了 我们已经谈到了这个 福道糖转运蛋白 而我在过去两年 在和人谈起这个转运蛋白 就好像我跟我爸爸在说 转运蛋白 他会 立即想到转运气 对吧 我就意识到 可能我们日常所进行的这些工作 对于大多数不同的学科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陌生的世界 很遥远的世界 所以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眼中的这个世界 我们经常会说什么价值观呀 人生观呀 就是三观对吧 我不太愿意去跟大家谈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太宏大 因为这个路你是慢慢走出来就好了 可是我真的是有些时候 也不是特别理解 为什么我们的所谓三观 要被社会上很多世俗的想法 或者网络上的很多声音所左右 我看欢乐颂 我有一个学生就过来跟我说 说 闫老师 我想了一下 安迪 大家知道欢乐颂的女主角 叫安迪 刘桃饰演的 说 安迪在金融界的地位 一定没有你在学术界的地位高 安迪 他的工作强度 一定没有你的工作强度大 可是你看他赚多少钱呀 他说你每天那么辛苦 你工资比他少好多 你看人家的衣服多漂亮 你拿到心里 不会不平衡吗 然后我就盯着他说 那你觉得安迪就比我幸福吗 难道金钱就变成了 衡量自己的幸福感的一个标准了吗 我觉得一个人 不论是谁 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公平的 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公平的事情就是向死而生 对不对 我们每个人最后归宿是一样的 所以每个人你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几十年到百多年的尺度 那么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没有想过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对我而言 我只是觉得我很简单的 去喜欢这么一个世界 像刚才跟大家说过 包括我刚才跟萨老师对话 也可以看出 其实我骨子里 一直是一个比较活泼的 对吧 我在小学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爱玩 然后从来没有回家写过作业 都是在校园里就写完了 然后到家以后呢 稍微听听广播 我爸妈不让我看电视 因为他们怕我的视力不好 因为我现在眼睛还是有点问题 但是一直听广播 听完广播 我就开始坐在床上 看外面的星空 就看这样子 看到这个星空的时候 当时就一直想知道 宇宙外面是个什么样子 宇宙是无穷的 什么叫做无穷 宇宙到底有没有边 其实现在想想也挺神的 我这么小的时候 就想到了这么多高深的问题 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 当时那些艰深的问题 把我打退了 初中我知道了一个概念 叫做细胞 于是我又开始好奇 细胞是什么样子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都看过西游记 对不对 西游记你最喜欢谁 当然现在很多岳母 好像喜欢的是猪八戒 对吧 但是我们喜欢的 大多数人我相信 还是美猴王 美猴王的特异功能 七十二变 我不知道你们想变成什么 但是我那个时候 在看的时候就在想 它七十二变 它可以无限的缩小 它如果小到像一个分子大小 它如果进入到我们的细胞 它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所以我在准备 今天这个演讲的时候 我想了想 可能从我初中 就有了这个萌芽 我很想知道 细胞内部到了一个 分子世界这么一个尺度 你会看到什么样子 来我请导播帮我们呈现出 第二个动画 我给大家准备的 大家请看 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细胞内部 小小一鱼这么一个世界 这上面每一个小斑块 都是一个蛋白质 而这个在旋转的 叫做ATP合成酶 它的作用就是把 我们从葡萄糖里面 获取的能量 储存在ATP中 那么刚才这个动画 很遗憾地告诉大家 它其实是三分针 七分钾 为什么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对于细胞里面的世界 还不是特别了解 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 那我也可以失业了 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 不明白 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科学家 一直是试图张开人类 观测这个分子世界的眼睛 在某种程度上说 结构生物学就是打开 我用的是人类 去观测分子世界的眼睛 这就是结构生物学 那么刚才大家也看到了 在里面转得非常漂亮 对吧 这些就是蛋白质 所以蛋白质它一方面是高能量 提供营养 但是最重要的是 它支撑起了我们的生命活动 支撑我们的生老病死 那么如果这些蛋白质产生了异常 比如说该有它没有 或者我本来需要很大量 它的量非常少 又或者我不该在这个地方出现 它出现在这 什么后果 疾病 其实我们的疾病 很多时候就是与它们的功能失常 或者是表达失常 那么我们科学家当然 我们需要揭示的是这个正常情况下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那么间接的我们也可以揭示出 当它异常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于是这就叫做去探索疾病的致病机理 到现在为止我说的话 大家有听不懂的地方吗 其实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科研 其实科学家大家不要想象的 这种高高在上啊 好像说出来都是紫约 哦那不是科学家 然后谈毕 爱因斯坦 牛顿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做的是非常有趣的研究 就是把大家日常生活中的想 当然啊 不断不断深入挖掘下去 或者说我们总是想找出它的分子基础 找出它的物质基础 这就是科学家的世界 而且这个世界其实很美妙 坦白说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 就是女科学家 本来我自己是比较抗拒这个话题 但是呢在两年之前 我自己慢慢有意识的主动去谈这个话题了 为什么 就是这么一个浅显易懂的世界 它其实没有任何门槛 只要你在本科接受了足够的训练 到了研究生阶段 或者到后面这个研究阶段 它对于性别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任何偏向性的 去年我去瑞典参加它的瑞典结构生物学全国会议 它是请全世界的一些科学家过去做这个主题报告 当时我是大开眼界说 哎怎么回事 怎么所有的报告人里面竟然有一半都是女生 这个问题我之前竟然没有想过 因为我自己也组织过很多的国际学术会议 其中有一个要求 很多国际学术会议 有一个要求就是 女性演讲者的比例不能低于20% 中国你要去看在大学里面 特别是独立领导实验室的女性科学家比例确实很少 但是我去瑞典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竟然有50% 然后我就跟这个瑞典 这个本国的科学家去聊天 我说这真是太神奇了 你们竟然有这么多女性科学家 他们就说这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不仅仅是我国 包括你在美国呀 更别说这个日本甚至欧洲 其他的国家女性科学家的比例都少得可怜 是女性科学家你的能力不行吗 大家想一想 中国科学类的第一个诺贝尔奖谁获得的 土奶奶对吧 你们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美国科学院的华裔院士中 女性的比例是要高于男性的 我已经回到清华9年了 那么其中有5年 我是担任了研究生招生委员会 这个生命科学招生委员会的 这个叫committee chair是主席 在我们面试的时候 发现女孩子们的表现好极了 她们不论是知识 不论是表达 包括那个风采 你看到都是这种非常优秀 可是再往后面 去做博士后了 甚至再往后面 要开始像我一样 从事独立的科研工作了 你会发现 女科学家去哪了 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 我也请大家自己可以想一想 但是为什么开始说这个 关注女科学家的问题 其实一个起点是我自己的学生 她其实做得非常好 在我看来她非常优秀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突然间跟我说 她想要不读了 我说是我对你不够好 你在实验室压力太大吗 她说不是 她就是觉得 正好有一个应聘的机会 她很担心以后自己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就跟她一直在说 说你看你现在做得这么好 你这个马上就可以出成果了 当时她听了以后 她就也想了想说 好吧我觉得您说的是对的 结果过了三天 又回来跟我说 我跟家人讨论了一下 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去工作 而不是留在实验室 继续共度博士学位 于是我又跟她探讨了一遍 然后她又被我说服了 这样这种简而言之 四次之后 我最后说 好吧没问题 我支持你的任何选择 所以 但是在第四次之后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她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 已经发表 当时她已经可以作为一个 博士去这个毕业了 那么当时我自己心里 其实说实话是挺不好受的 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都在想 为什么 我自己分析了一下 是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在这个青葱岁月求学 都是自由自在 男生女生没有区别 对吧 但是如果你读了博 那么你立业的时候 也恰好是你成家的时候 更别说女性她要怀孕 然后生孩子 对吧 那么其实这个过程 我自己思考了一下 有可能是对女孩子们的事业 造成一个扰动的阶段 所以大家应该很努力的去追寻 追问自己的内心 对我而言 我最近有一些想法 我前不久在我的微博上 也曾经写过 就是说 我们这个人人生在世 只要给你钱 消费的能力谁都有 那么作为一个动物 或者说生物 我只要给你食物 消化的能力也基本上谁都有 可是去比每个个体的是什么 是你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是你创造的能力大不同 所以这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悟 可能我过十年 我会不会变 我不敢说 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是这么想的 我给我自己定义了 我的一个存在的价值 所以每位同学 我不是希望你们 听完我说完就会觉得 我们都应该创造怎么样 我是希望你们 能够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思考 同样对于女孩子们 我对我的学生也是这样说的 如果你选择去做全职妈妈 或者你选择去做文职人员 都没有问题 最重要的是 这是你经过思考 你独立的选择 你不是屈服于家庭的压力 屈服于社会的压力 我就是希望每个女孩子 要勇敢 要遵从你的内心 认真去想一想 你到底想要什么 所以好好地分析自己一下 了解你自己 勇敢地做你自己 我的演讲就暂告一段落 谢谢